小小評論,然後有個問題,主席 當然發展地鐵市民一定支持 最好那個站去到家門口,市民當然最開心 但鐵路發展跟很多交通工具競爭 運輸局不可以單單照顧地鐵利益 而漠視其他行業的利益 特別是小巴、的士、巴士 因為發展延長地鐵服務 必然令到的士、小巴、巴士的乘客量大幅下跌 所以多年來我們要求運輸局會否研究究竟地鐵的角色 當然整體來說,這麼多年來 運輸局都是地鐵作為交通的樞樓 即以地鐵為先 但你發展的同時,特別是你繼續伸延 你一定要研究全港的交通策略 在地鐵不斷膨脹的情況下 就像這個異形一樣,經常蠶食這個母體 你這樣發展之下 其他行業被它蠶食之後 究竟運輸整體的發展是怎樣 但對這個運輸局都沒有給我們一個圖畫 因為你現在地鐵近幾年的擴展是很厲害的 包括港島線、沙中線、其他的發展 當然市民有很多支持這方面 但要讓市民知道擴展之下的代價是怎樣 以及其他的配套是怎樣 要有一個較為長遠的圖畫要讓人知道 第二就是很多時鐵路的發展 和道路的發展是競爭的 很多時政府發展鐵路不發展道路 南區線、港島南線也是一樣 你現在發展這條線 基本上運輸局、運輸處就不會再發 即是已經擴置了這個七號幹線 這個很明顯的 這個又要告訴市民 因為很多市民鐵路又要,七號幹線又要 但我想政府要讓市民清楚知道 你要了鐵路我就不起七號幹線了 或者可能擴置三十年、五十年 但我覺得這個對整體發展來說是不公平的 主席說回現時的損線 特別這個跑馬地沒有那個線 我覺得那個邏輯是不對的 剛才局長說了很多理由 你說說擾 如果你說鐵路擾道 你何時夠屯門出這個市區擾得厲害 你屯門擾個天水圍元朗 再去錦田 繞回荒灣去出市區 所以如果你說過去很多鐵路規劃 很多都擾道的 如果你說這個跑馬地這段擾 絕對不夠屯門出荃灣市區 所以那個擾道真的離得大 第二呢就講那個財政效益 喂 你講心講這個高速 四百多億 有沒有講過那個成本效益 是不是 總之那個主觀意志 那個高官決定 我要這個 可能要逢成某一些人 我就要決定這樣做 那就完全不計效益的 四百億是一條講心講高速 你現在這一節呢 是照顧 就是如果是馬祥那方面 如果你用這個 馬祥漢台那個公眾入口旁 那個計劃呢 都是多了二十一億的 跟你講心講比 拿比和牛比 是吧 所以政府那個說法 是很難令人信服 究竟你何時用些甚麼理由 你要那時就甚麼都可以 成本效益甚麼都不理 講心講高速 要擾導 其他的擾導就更加厲害 又可以 那為甚麼這一節不可以做呢 還有主席 你看回沙田那個鐵路 去馬祥那一節呢 即是有個特別的通道 那其實這個 港島南這個發展 其實可以參考 即是已有現時沙田那一節 現時沙田那一節 平時是直去的 你去馬祥有馬跑的時候 就特別有一條的鐵路 就經這個馬祥的 其實你可以同時這樣做的 你說怕的時間 你便起兩條 一條就直去的 一條起馬祥 當然這個成本又會高 那些局長會不會 即是 不要選擇性 做某些的準則呢 即到時政府就自打嘴巴 局長 主持華先生 我回答了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交通工具 互相的那個角色的問題 這個我同意陳偉業議員 他所講的 即我們應該漠視其他 交通工具的角色 所以我們每一個鐵路 其實那個 完成之後 我們在講 其他交通工具 亦都需要配套地 有一些調整 如果他講 譬如整體來說 我們在講 現時大概是 天下三分 你可以說 三分一是用鐵路 三分一是用巴士 三分一的 每一天 乘工的交通工具 市民是用 其他交通工具 我們講 如果建立了 我們的鐵路網 可能 那個地鐵的 比例 是上升到 大概四成 但不等於 所有的人 走去乘地鐵 始終會有很多人 來乘其他交通工具 但那個考慮 亦都是 譬如環保 空氣質素 以及塞車的時候 亦都對社會帶來損失 這些都是問題 剛才他提出 我們是否用不同的準則 去衡量哪些起 哪些不起 我想說 剛才陳議員講的 例子 譬如廣深港高鐵 其實每一個鐵路 我們都要做一個 經濟效益的評估 譬如廣深港高鐵 我們的經濟內部 回報率是達到9% 這些當然 我們每一次鐵路來的時候 都會攤出來 跟議員去解釋 為何我們會選擇 譬如某一個走線 某一條鐵路 我們都會有數據去支持 而這個數據 一貫以來 我們當有大型基建 我們都會將 經濟內部回報率 如何考慮 跟議員去解釋 至於他講到 譬如七號幹線 我們明解 我們現在其實是在做功夫 現在七號幹線 那個走線 有很多是沿海去做 其實已經是不合適 我們現在是在做一個 內部的檢討 亦都要小心 要考慮 譬如居民其實亦都有意見 就是說 亦都想我們去做南港島線 不僅是做東段 亦都做西段 有西段之後 七號幹線 現在的走線 或者用途功能等等 這個我們都要小心去考慮 所以議員說得很正 就是說道路和鐵路 一定要互相配合 好 我想 或者回答陳偉業議員 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你 原先初期的時候都說 你起鐵路一定會 進行一項評估 對其他公共交通的影響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份 這樣的評估 詳細些 主席 我們現在仍在做這個 我們答應了 是會 因為有很多 究竟那個 站 前設站 和那個整體 你適時的時候 你準備一份詳細的評估 我們 主席我想提提 我講了很多年 這個這樣的意見 不是今天才講的 我提回局長 之前你份文件 你說進行這個南港島線的時候 你是會 同時間進行一個評估 然後才會看 因著它來進行 所以我要求你提供 那份文件 劉光華議員